1 2 3 1 2 3 YA 今天的專輯是新的 YA 謝謝 一下 對… 其實等妳的專輯也等了滿久的 對不對 因為中間妳還演了舞台劇 轉移了大家的那個注意力 對 上一次我有來上妳們節目 就是那個沙發音樂 對… 然後這次的專輯 妳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很多妳的創作對不對 對 這一次有四首 那其實這一次也是延伸上一次的 Chill Out的感覺 不過我覺得上一張就是比較冷調 比較Lounge的感覺 那這一次就比較多那種 Down Tempo 就是可能是慢歌 然後… 不過它是有節奏 然後還是有很多電子的元素這樣 親了會覺得舒服溫暖那種嗎 就是不會感覺好像很… 不會那麼冷掉 對 還是可以輕微地搖擺一下那種感覺 對… 那裡面還有什麼特別的歌曲嗎 就是自己寫的歌曲是哪幾首 有第一首《有人愛你》 第二首就是主打歌叫《懂得》 然後還有兩首英文歌 一個叫《Domoso》 一個叫《One day》 《One day》 可是妳中間的過程 就是演了那個愛情有什麼道理 然後也演了慈禧太后 那怎麼還有時間寫歌呢 這些都是之前做好在中間的時候 對啊 兩個劇的中間 那妳有把自己的故事寫進去嗎 其實有 我覺得尤其是《懂得》吧 《懂得》就是… 是寫給我男朋友 然後… 現在的男朋友 對… 我從來沒有聽妳談過妳男朋友對不對 對… 對 比較少… 比較少… 那這次怎麼會敢去談它呢 我覺得是一種… 很確定的感覺 很自然 沒有 就是很自然 就以前可能… 那個時候當然也是很認真 不過妳會覺得 反正妳就是不想去談 不想要去多談 然後現在的感覺是妳覺得很舒服 然後… 很穩定 好像就是很… 必須要講 就已經跑出來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 以前可能會覺得別人問 好像有種勉強要講的感覺 現在覺得好像很自然 很自然 對 那他帥嗎 他帥嗎 對我來講當然帥 不過我覺得我不是很喜歡那種 很漂亮的男生 我喜歡那種比較穩重 然後就是… 而且他肩膀很寬 我剛剛男生… 就可以讓我靠 對 男生肩膀寬 其實是他滿多的對不對 會煮菜給妳吃嗎 他很會 真的 他是不是煮菜 他很會燉湯還有燕窩 而且這個歌詞 懂得這個歌詞 他其實是還滿甜蜜的對不對 對 可見妳現在一定是很甜蜜了 我想… 其實我寫的這個歌 它不是那種很… 像那種… 很煽情的情歌 我覺得是很輕描淡寫 對 不過那種感覺就是 我覺得每個女生都 懂得那種感覺 就是… 像夜深人靜 你看她睡覺的時候那樣 就是很淡 然後妳覺得她不說什麼 妳也了解她的笑 我覺得是很細膩的那種感情 對… 然後看她的臉 就會忍不住會心一笑 對… 就是這種感覺 這個歌詞就是… 我知道那種感覺 妳很有感覺 好 然後另外呢 那個結衣這次專輯 會不會辦一些跟歌迷見面的活動 其實這次也是沒什麼時間 因為我宣傳三個禮拜 然後就直接彩排跟演出 愛情有什麼道理 又再一次 對 開始在敷演了 對… 那而且我覺得其實做Lounge的東西 真的… Chill out的東西 比較難做一些大型活動 現公開的活動 我覺得很怪 比如說妳在那種大熱天 然後在新年底 然後這樣這種我覺得很怪 對啊… 然後再搞一些那種浪局的東西 也會尷尬 所以我覺得比較適合電台來播 電台播 或是大家買了直接在家裡放得聽的那種感覺 對…那這次愛情有什麼道理 會改成跟吳祺賢大哥演對不對 對… 那感覺怎麼樣 妳就是默契什麼都要重新搭配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合作過 而且… 不過我覺得那個對我的影響應該不會很大 因為我是跟博森是一對 然後其實我跟就是 之前B哥演的那個角色 只是有一幕 所以其實也不大 影響不到 我想郎姐的影響比較大 好 那等於他們從頭到尾要再陪那個吳祺賢大哥 重新再排練一次 對啊… 還有練舞神 因為我有去看那個 愛情有什麼道理那個歌舞劇 我真的很佩服你們耶 因為他們演那個戲的時候 那個麥克風收音是非常細微的 就是一點點那種… 我知道 還有那個尾音 就是唱完一場大唱的也不能… 不行 都不能這樣子 然後在台下我就去說 他們都沒有在呼吸耶 還有那個尾音怎麼會這麼穩 有 其實我跟你說 其實我最怕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不是怕聲音不能到 而是… 你知道我說你唱歌唱到一半 突然間有東西梗住 然後你得… 有彈什麼的 對 有彈 然後最恐怖的是你不能這樣做 因為就會聽得到 可是假如說流行歌 你可以這樣 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很恐怖就是 在你出場之前 你一定要清楚 對啊 你這樣看如果… 對 一出場好像… 這個搞什麼 等於說這訓練是非常困難的 我覺得那種心理壓力很大 你需要那種小心翼翼 然後真的 然後你知道我最近在演慈禧太后 我真的有一天 因為我出場之前一直笑 都笑到很多彈 你知道每次你笑 所以為什麼我演出之前 我都不敢笑 然後別人以為我很嚴肅 因為我笑了就會有彈 然後我就整幕一直很緊張 那個彈一直要上來 然後你就一直… 我的媽呀 然後後來突然間就是真的 已經是聲音都已經啞掉 然後沒有辦法 那有一幕是我的兒子死了 同志 然後你就趁機會 不 這樣就快把劈跳 太厲害了 不可以 彈就直接掉到那個演員臉上 所以我就飛到他臉上 不然怎麼辦這樣 所以你說真的演歌舞劇的演員 真的很佩服他們實力 一定要非常緊張 也說演過歌舞劇之後 就是對唱歌功力就大增 我覺得有 每次我演完一個音樂 就都覺得突然間 好像流行歌好容易唱 因為你只要用那個 一點點的力量就可以 你看他唱片上 根本不用緊張 哪像我還俗辣成這樣子 真的 所以說專輯應該可以買得到了吧 27號 27號這個月 對 好 希望有很好的成績囉 謝謝 謝謝